韓國瑜訪美他沒有壓力 因為他不選總統是正常 對不對 但他選總統 大家也覺得就是說 在台灣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他只去哈佛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有別的多出來行程 大家都覺得你看很好 表示韓國瑜的聲勢很大 我的意思是說 但是這是要選總統的人 不能只有去這個行程 因為你就low掉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 搞不好韓國瑜會去華府 但沒有去華府也很正常 你不會覺得韓國瑜的行情降低了 韓國瑜只要去美國 他的行情就上漲了 但其他人不行 其他人去美國 他的行程就要蜘蛛必叫了 不然你的行情就不對了 所以其他的人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其他的人已經是候選人了 已經在起跑點上面 準備要跑了 你的怎麼個跑法 大家都在看 韓國瑜是在場外跑 所以說他會不會進到場內來 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韓國瑜雖然話題十足 可是他也空間最大 我覺得柯文哲 他其實很認真地在選總統 就是說他現在已經很認真 在選總統了 他也很認真地在思考 所有的政治現象 因為台灣第一個出現 像柯文哲這種政治人物 可能全世界也沒幾個 像他這種政治人物 我一直覺得台灣的政治 是走在全世界前面的 包括美國 所以很多人說 柯文哲沒有政黨 選個市長可以 選個總統哪有可能 緩稀緩稀 真難說 台灣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隨時可能出現奇蹟的一個報導 我覺得 所以柯文哲 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 他一直在很認真地去思考 沒有人像他這樣選過總統 他到底要怎麼選 他要阻擋 他又跟一般人要阻擋不一樣 他到底要怎麼阻擋 還有他如果要阻擋的話 那就表示很多人要出來選立委 但是 就是他自己問過很多的問題了 很多學者都無法回答的問題 不是像我們大家就是等到 陳思雨落選了才問說那怎麼辦 他早就在想了 他現在想過很多次 他也在想說 為什麼我的人氣 都沒有辦法複製給別人 韓國瑜也沒有辦法 可能含冰吧 就韓國瑜 你現在要看謝龍介了 韓國瑜也沒有辦法複製到別人身上 這種事情本來就是 因為你這種非常高度個人魅力 我跟你講不是他們兩個沒有辦法複製 馬英九的魅力 國民黨裡頭有第二個人 可以辦法複製嗎 對不對 你想馬英九當年最紅的時候 多少人想要成為第二個馬英九 有一個成功的嗎 半個也沒有 所以這種個人高度魅力的 就像當年李登輝有高度魅力一樣 你也不可能有第二個李登輝 民進黨也沒有第二個陳水扁 這種東西很難 但是你當然可以說 但是韓國瑜選舉 國民黨全部集權身邊 選得這麼好 所以可見韓國瑜的能量 有轉移到其他國民黨的候選人身上 可是為什麼你柯P就不行 所以柯P他就要問這個問題 然後他也去思考 韓國瑜跟韓流跟柯流 可以叫柯流嗎 柯流的差距 就韓流跟柯流是不一樣的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 就一個民粹型的政治人物 他們兩個是不一樣的 我跟你說實在 你去看他們跟川普也是不一樣的 他們跟馬克宏也是不一樣 通通不一樣 所以他當然會去想 那韓流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 他當然會去想 他會去分析 回過頭來 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我認為柯文哲是非常認真的 一步一步的在精算 計算 盤算 他到底要怎麼選總統 也沒有人知道 因為史無前例 你問誰 誰也不曉得 這種東西本來他就是必須在 他就是必須臨場發揮 韓國瑜跟他選他就沒戲唱了 簡單講 大家都這麼覺得 可是問題是韓國瑜沒有要選 他現在的對手不是韓國瑜 他還沒有說要選 你說他唯一的對手只有韓國瑜嗎 我不能這樣子講 應該是說 唯一明顯會打敗他的是韓國瑜 其他到現在有沒有辦法打敗他 不知道 那麼他現在就是這個數據看出來 他就是領先所有的人 他就是領先所有的人 有的人說 因為國民黨初選還沒有完成 還沒有提名 他也沒有說他要選 柯文哲也沒有說他要選 他的民調就已經贏過那些 說要選的人 所以不要跟我講這種話 不要自己說自己爽 對國民黨來講 最大的挑戰者當然是柯文哲 我說實在 我覺得民進黨已經出局了 如果一對一選的話 我們就看我們國會是要過半 還是要更多其次 就差別在這裡而已 但是柯文哲 他面對的是一個 沒有人玩過的一個局面 那麼大家都 很多人當然不喜歡他的 國民兩黨希望他輸的 就暢摔他 但我覺得 我們寧可去看他會怎麼去玩 我最後想講一個 就是說 當你罵柯文哲 不好不好不好的時候 是沒有用的 因為大多數支持柯文哲的人 就是因為覺得 你們罵柯文哲的人 比柯文哲更爛 就是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更爛 所以他們不是因為柯文哲好 所以支持柯文哲 而是因為舊有的政治勢力 他們極度失望或毫無興趣 年輕人是毫無興趣 那有些人是極度失望 所以柯文哲 就是一個過度的選擇 所以我們現在民主的選擇 選擇的通常是我不要什麼 而不是我要什麼 柯文哲並不是台灣的出路 也不是台灣的答案 但是這些支持他的人 就是心裡面百分之百知道 絕對不是藍 也不是綠 反正他出來聯絕也不錯 反正柯文哲能當多久 也不夠四年八年 我給你們國民黨這麼多年了 給你們民進黨這麼多年了 港有比較好 你們難道沒有派出 最好的人出來嗎 你們現在是要選的人 當年有超過馬英九嗎 馬英九也做過 港有比較好 港有比較厚 都沒有 為什麼讓柯文哲來聯絕拉一 我覺得是那種 就是說要打破現有的沉悶的格局 但是我認為韓國瑜跟柯文哲 是不一樣的 柯文哲之所以只是這樣而已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個性上面 我覺得柯文哲這個人的品質上面 有致命性的瑕疵 他不像韓國瑜 柯文哲就是太過驕傲 然後太過自以為是 而且他沒有一個溫暖跟包容的心 所以對於柯文哲來講 他的市政 他的市府團隊一塌糊塗 所以很多人都講說 這樣你敢給他做總統 我要問的是說 所以藍綠到底是有多爛 柯文哲才有辦法出來 其實因為柯P是一個自負甚高的人 所以你看他在談藍綠的 政治人物的時候 他常用很輕蔑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甚至用羞辱式的言語 可是他對韓國瑜從來沒有 有時候就是用答非所問 或者是兩波千金 或者就是打哈哈過去 所以當然柯P這個人 非常非常聰明 他知道現在以在台灣 整個的政治能量來說 真的可以跟他抗衡 而且甚至超越他的 只有一個人就是韓國瑜 我覺得台灣 事實上從四年前 就已經走進了一個 所謂的非典型的政治 所有的選舉或政治 他已經沒有辦法用傳統或常規 去來想像他 或者是就可以去預期他 你想想看四年前 柯P在台北市 秋風掃落葉 台北市原來是一個 在大家都講 就是說如果國民黨派一個西瓜來 都會盪選的地方 可是結果國民黨 失掉了台北市 西瓜越來越難選 而且大敗 大敗 所以現在千萬不要講什麼西瓜 不要做西瓜 很多人都說 我要到舒適圈裡面當西瓜 反正只要我這個政黨 在這裡面最舒適 所以我就算這個西瓜 我也可以當選 現在大家千萬不要想說 做西瓜這麼容易 我們說四年前在台北市 國民黨的西瓜的傳說 已經被打破了 同樣在今年 在高雄的西瓜的傳說 一樣被打破 大家是不是也是這樣認為 高雄只要民進黨派一個西瓜 他也就當選了 所以這才會有陳清邁之前 完全用冷處理的方式 所以也被打破了 而且也是大敗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同樣的我們再看2020的 整個的大選裡面 我們剛剛討論那麼多 我們其實我們很忽略 我們很忽略 能不能回到剛才上面那個板子上面 你看 本來右邊這三個 就是說現在民進黨就是蔡英文 現在已經很明顯 然後朱立倫是唯一表態 而且也是在國民黨線 現有的候選人 他是民調領先超前的人 柯P是非常有可能 他用主黨也好 或者獨立參選也好 用白色力量也好 其實事實上現在大家都知道 信息多明他要選 所以這三個人 我們可以說他是2020的候選人 可是我們花最多時間討論 卻不是這三個人 卻是韓國瑜 對不對 大家就開始討論他 好極端 真的是極端政治 真的是極端政治 不要再給我們濕瓜了 對 沒有錯 就是說大家 就不要以這種非常傳統的想法 我剛剛就在講說 比如過去我們也同樣 用傳統的想法說 你剛剛當選現實首長對不對 好不容易選到高雄市長 然後你一定要拿出成績來 不然到時候人家就說 你要怎麼做好做滿 不要說你再做幾個月 然後你就宣佈去選 我覺得已經沒有辦法用傳統的 這樣的模式去想一個候選人 就把他那個就把他框架在那裡 所以韓國瑜我覺得 未來這幾個月 他還有另外一個養分我必須說 我們有另外一個養分是什麼 因為國民黨現在遊戲規則 一直沒有定 我們現在一直講法說 可能四月也太早了 可能五月我們再來就看看 五月再決定什麼等等之類 所以我老是覺得國民黨拖越久 變數越大 所以我剛剛講所謂的養分 記得我講養分這兩個字 養分這兩個字 就是時間其實對誰最有利 以現在來看 最不可能選的那個人最有利 老實說我認為是如此 我認為是如此 以現階段的整個態勢走下去 就是說你時間拖越晚 其實對誰最有養分 就是對韓國瑜 剛剛因為他講說 你不要選 假使四 五月都還沒有表態 然後回來出現了 所謂的化學反應 那個反應是他走到僑界 大家人人高呼韓總統 那時候這些全部被蓋掉了 回來四 五月剛好 剛好就是國民黨 我以這個談話 僑界都聽得到 很怕到時候真的就複製了 這個場景 因為我知道你們的收視率 實在太好 我不是說這個意思 但是我覺得我們稍微有一點點 政治ABC 政治Sense 都可以想像 有沒有可能這樣化學反應 我想大家不反對吧 百分之百 你看我們江維都說百分之百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反應其實 說實在已經不是任何一個 政治人物 或者任何一套遊戲規則 可以把它鎖住的 所以我真的認為 我們今天就這樣討論 我覺得對那三個有點不好意思 這三個家都要參選的人 我覺得國民黨中央黨部 可能明天會宣布 三月份就要決定 總統控制 比民黨還要早 我不曉得這樣也好 這樣也好 我只能說 我們真的了解 政治限制就是如此 然後這樣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拖越久 反而對韓國瑜越有利 我真的大覺得 不好意思 非常感 Street 咳咳咳咳 Peace 嘿啊 謝謝 啦 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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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瑟